七十列传,淮南恒山列传,淮南立王刘长是汉高祖的小儿子,他母亲是元赵王张敖的妃嫔,高祖八年,前199,高皇帝从东元县经过赵国,赵王把立王的母亲献给他,他受到皇上宠幸,有了身孕,从此赵王张敖不敢让他住在宫内,为他另建宫室居住, 次年赵湘冠高等人在百人县谋事高祖的事情被朝廷发掘,赵王也一并被捕获罪,他的母亲,兄弟和妃嫔,惜遭拘捕,求入河内郡官府,立王母亲在囚禁中对玉丽说,我受到皇上宠幸,已有身孕,玉丽如实禀报,皇上正因赵王的是气恼,没有理会立王母亲的申诉。 立王母亲的弟弟赵监拜托辟辟阳侯审时期告知吕后,吕后妒嫉,不肯向皇上进言求情,辟阳侯便不再尽力相劝,立王母亲生下立王后,心中怨恨,就自杀了,玉丽抱着立王送到皇上面前,皇上后悔莫及,下令吕后抚养他,并在甄定县安葬了立王的母亲, 真定是立王母亲的故乡,他的祖辈就居住在那里。 高祖十一年前一百九十六七月,淮南王情部谋反,皇上遂立儿子刘长为淮南王,让他掌管昔日情部领属的四郡封地,皇上亲自率军出征,剿灭了情部,于是立王及淮南王位。 立王自幼丧母,一直依附吕后长大,因此,孝惠帝和吕后当政时期,他得以免遭政治祸患,但是,他心中一直愿恨辟羊猴而不敢发作。 至孝文帝即位,淮南王自认为与皇上最亲,骄横不逊,一再违法滥记,皇上念及手足亲情,时常宽容赦免他的过失。 孝文帝三年,前177,淮南王自封国入朝,态度甚为傲慢。 他跟随皇上到御院打猎,和皇上同乘一辆车架,还常常称呼皇上为大哥。 立王有才智和勇力,能奋力举起重顶,于是前往辟羊猴府上求见。 辟羊猴出来见他,他就从袖中抽出铁锤锤击辟羊猴,又命随从魏靖割下辟羊猴的头。 事后,立王持马奔至宫中,向皇上坦身谢罪道,我母亲本不该因赵国谋反式获罪。 那时辟羊猴若肯竭力相救,就能得到吕后的帮助,但他不力争,这是第一桩罪,赵王如意母子无罪,吕后蓄意杀害他们。 而辟羊猴不尽力劝阻,这是第二桩罪。 吕后封吕家亲戚魏王,意欲威夺流逝天下,辟羊猴不挺身抗争,这是第三桩罪。 我为天下人杀死危害社稷的奸臣辟羊猴,为母亲报了仇,特来朝中贵府请罪皇上埃敏立王的心愿,出于手足亲情,不予治罪,赦免了他。 这一时期,伯太后和太子以及列位大臣都惧怕立王,因此立王返国后越发骄纵四制,不依朝廷法令行事,出入宫中皆号令警戒轻道,还称自己发布的命令未至,自己制定法令。 模拟天子,孝文第六年前174,立王让吴官爵的男子组成七十人和吉普侯柴武之子柴奇商议,策划用四十辆大货车在谷口县谋反骑士,并派出使者前王敏玥,匈奴各处联络。 朝廷发觉此事,治罪谋反者,派使臣赵淮南王入京,淮南王来到长安。 丞相陈张包,典克陈冯敬,行御史大夫是宗正陈毅,廷魏陈赫,被盗贼中尉臣服冒死罪启奏,淮南王流场废弃先帝文法。 不服从天子诏令,起居从事不遵法度。 自治天子所成张皇段散盖的车架,出入模仿天子声威,善为法令,不实行汉家王法。 他擅自委任官吏,让手下的郎中春任国乡,网罗收纳各郡县和诸侯国的人以及负罪逃亡者。 把他们藏匿起来安置住处,安顿家人,赐给钱财,物资,爵位,俸禄和田宅。 有的人爵位净风至官内侯,享受二千世的忧宠。 淮南王给予他们不应得到的这一切,是想图谋不轨。 大夫丹与有罪师官的开张等七十人,伙同吉仆侯柴武之子柴奇谋反,抑郁危害宗庙设计。 他们让开张去密报刘长,商议使人联络敏月和匈奴发兵响应。 开张赴淮南见到刘长,刘长多次与他误谈艳影,还为他成家娶妻,供给二千世的新奉。 开张叫人报告大夫丹,诸事已与淮南王谈妥。 国相春也前使相诞通报,朝中官吏发掘此事后,派长安县县卫齐等前聚拘捕开张。 刘长藏人不交,和园中尉寄命役,杀死开张灭寇。 他们置办官果,桑衣,包备,藏开张于肥灵役,而欺骗办案的官员说, 不知道开张在哪里,后来又伪造坟种,在坟上树立标记。 说开张尸首埋在这里,刘长还亲自杀过无罪者一人,命令官吏论罪杀死无辜者六人。 藏匿逃亡在外的死刑犯,并抓捕未逃亡的犯人为他们顶罪。 他任以家人罪名,使受害者无处申冤,被判罪四年劳役以上,如此者十四人。 又擅自赦免罪人,免除死罪者十八人。 扶四年劳役以下者五十八人,还刺绝关内侯以下者九十四人。 前些时刘长患重病,陛下为他忧反,前使臣赐赠信函,早仆。 刘长不想接受赐赠,便不肯接见使臣。 住在卢江郡内的南海民倒反,淮南郡的官兵奉旨征讨。 陛下体恤淮南民贫苦,派使臣赐赠刘长不薄五千匹, 令转发出征官兵中的辛劳穷苦之人。 刘长不想接受,谎称君中无劳苦者。 南海人王之上书向皇帝敬献玉璧,既捎了信,不予上奏。 朝中官员请求传唤纪论罪,刘长拒不下令,谎称既有病。 国相春又请求刘长准许自己,刘长大怒, 说你想背叛我去投汉庭,遂判楚春死罪。 臣等请求陛下将刘长依法治罪皇上下诏说, 我不忍心依法制裁淮南王。 焦猎侯与二千石官商议吧, 陈仓、陈静、陈邑、陈福、陈贺冒死罪启奏, 陈等以与猎侯和二千石官吏陈英等四十三人论议。 大家都说刘长不遵从法度,不听从天子诏命。 竟然暗中网络党徒和谋反者, 后代负罪逃亡之人,是想图谋不轨。 陈等一决应当依法制裁刘长皇上批示说, 我不忍心依法惩处淮南王,赦免他的死罪, 废掉他的王位吧,陈仓等冒死罪启奏。 刘长犯有大死之罪,陛下不忍心依法惩治, 施恩赦免,废妻王位。 陈等请求将刘长前往蜀郡岩道县穷来山游艇, 令其妾应有生养子女者随行同居, 由县蜀为他们新建巫舍, 供给粮食,柴草,蔬菜,食盐,豆豉, 吹据食据和习入。 陈等冒死罪请求,把这件事布告天下, 皇上颁指说,准请供给刘长每日食肉五斤,九二斗。 命令昔日受过宠幸的妃嫔识人随王蜀郡同住, 其他皆准奏朝廷诛杀了全部参与谋反的人, 于是命淮南王启程,一路用资车求载, 命令沿途各县依次接送。 当时原样全见皇上说, 皇上一向交宠淮南王, 不为他安排严正的太傅和国乡去劝导, 才使他落到如此境地。 再说淮南王性情刚烈, 现在粗暴地摧折他, 臣很担忧他会突然在途中深染风寒患病而死。 陛下若落的杀地的恶名如何是好? 皇上说,我只是让他尝尝苦头罢了, 就会让他回来的沿途各县送押淮南王的人 都不敢打开囚车的封门。 于是淮南王对仆人说, 谁说你老子我是勇猛的人, 我哪里还能勇猛? 我因为骄纵听不到自己的过失终于陷入这种困境, 人生在世怎能忍受如此郁闷? 于是绝食身亡, 求车行至雍县, 县令打开封门, 把刘长的死讯上报天字。 皇上哭得很伤心, 对袁岸说, 我不听你的劝告, 终止淮南王身死, 袁岸说, 事已无可奈何, 望陛下好自宽解, 皇上说, 怎么办好呢? 袁岸回答, 只有展丞相, 御使来向天下人谢罪就行了, 于是皇上命令丞相, 御使收补拷问各县, 押送淮南王而不与开封禁食者, 一律弃势问斩, 然后按照列侯的礼仪在雍县安葬了淮南王, 并安置三十户人家首种祭祀, 孝文帝八年, 前一百七十二, 皇上怜悯淮南王, 淮南王有四个儿子, 年龄都是七, 八岁, 于是封其子刘安为傅林侯, 其子刘伯为安阳侯, 其子刘次为扬州侯, 其子刘良为东城侯, 孝文帝十二年前一六八, 有百姓作歌歌唱淮南丽王的遭遇说, 一尺麻布尚可逢, 一斗骨子尚可冲,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皇上听到后就叹息说, 姚舜放逐自己的家人, 周公杀死管书菜书, 天下人称赞他们贤明,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因私情而损害公义, 天下人难道认为我是贪图淮南王的封地吗? 于是喜丰承阳王刘喜去统领淮南王原来的封地, 而是封已雇淮南王为利王, 并按诸侯遗志为他建造了陵园, 孝文帝十六年前一百六十四, 皇上迁淮南王刘喜赴返承阳故地, 皇上哀怜淮南利王因废弃王法图谋不轨, 而自惹祸患失国早死, 便封立他三个儿子, 傅陵侯刘安为淮南王, 安阳侯刘伯为恒山王, 扬州侯刘次为卢江王, 他们都重获利王石封地, 三分共享, 东城侯刘良此前已死, 没有后代, 孝景第三年, 前一百五十四, 吴楚七国举兵反叛, 吴国使者到淮南联络, 淮南王亦想发兵响宴, 淮南国相说, 大王如果非要发兵响应吴王, 臣愿为统军将领淮南王, 就把军队交给了他, 淮南国相得到兵权后, 指挥军队据成防守叛军, 不听淮南王的命令而为朝廷效劳, 朝廷也派出曲承侯古节, 率军援救淮南, 淮南国因此得以保全, 吴国使者来到卢江, 卢江王不肯响应, 而派人与越国联络, 吴国使者往衡山, 衡山王效忠朝廷, 坚守城池毫无二心, 孝景第四年, 前153, 吴楚叛军已被打败, 衡山王入京朝建, 皇上认为他忠贞守信, 便为劳他说, 南方之地低洼朝师, 赶任衡山王掌管集水以北的地区, 以此作为褒奖, 他去世后便赐封为真王, 卢江王的封地临近越国, 屡次派遣使臣与之结交, 因此被北签为恒山王, 统管长江以北地区, 淮南王和以前一样, 淮南王刘安喜好读书弹琴, 不爱涉猎放狗跑马, 他也想暗中做好事, 来安抚百姓, 传播美名于天下, 他时常抱怨立王之死, 常想反叛朝廷, 但是没有机会, 到了孝武帝建元二年, 前139, 淮南王入京朝见皇上, 与他一向交好的武安侯田坟, 当时做太位, 田坟在坝上迎侯淮南王, 告诉他说, 现今皇上没有太子, 大王您是高皇帝的亲孙, 施行仁义, 天下无人不知, 假如有一天皇上去世, 不是您又该谁继位呢? 淮南王十分高兴, 厚赠武安侯金银钱财物品, 淮南王暗中结交兵客, 安抚百姓, 谋划叛逆之事, 建元六年, 前135, 惠星出现, 淮南王心生怪异, 有人劝说淮南王道, 以前吴军起兵时, 惠星出现, 锦长数尺, 而兵战仍然血流千里, 现在惠星长至满天, 天下兵战应当大兴, 淮南王心想皇上没有太子, 若天下发生变故, 诸侯王将一旗争夺皇位, 便更加加紧整治兵器和攻占器械, 积聚黄金钱财会赠俊首, 诸侯王说客很有奇才的人, 各位能言巧遍的人为淮南王出谋划策, 都胡乱编造荒诞的邪说, 阿渝逢迎淮南王, 淮南王心中十分欢喜, 赏他们很多钱财, 而谋反之心更甚, 淮南王有女儿名流灵, 他聪明, 有口才, 淮南王喜爱流灵, 经常多给他钱财, 让他在长安刺探朝中内情, 结交皇上亲近的人, 元硕三年, 前126, 皇上赏赐淮南王极岸首杖, 恩准他不必入京朝见, 淮南王王后名徒, 淮南王很宠幸他, 王后生太子刘谦, 刘谦娶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的女儿做妃子, 淮南王策划制造谋反的器具, 害怕太子的妃子知道后, 向朝中泄露机密, 就和太子策划, 让他假装不爱妃子, 三个月不和他同袭共寝, 于是淮南王洋装恼怒太子, 把他关起来, 让他和妃子同居一世三月, 而太子始终不亲近他, 妃子请求离去, 淮南王便上奏朝廷致歉, 把他送回娘家, 王后图, 太子刘谦和女儿刘灵, 受淮南王宠爱, 专善国权, 侵夺百姓田地方宅, 任一家罪拘捕无辜之人, 袁硕五年, 前124, 太子学习使剑, 自以为剑术高超, 无人可比, 听说郎中雷被剑一惊战, 便召他前来鄙视, 雷备一再退让, 后来误伤了太子, 太子动怒, 雷备恐惧, 这时反响从军的人, 马上就被送往京城, 雷备当即决定去参军奋机匈奴, 太子刘谦屡次向淮南王说雷备的坏话, 淮南王就让郎中令赤退, 罢免了他的官职, 以此警示后人, 于是雷备逃到长安, 向朝廷上书申诉冤屈, 皇上诏令廷位, 河南郡审理此事, 河南郡一决, 逮捕淮南太子, 淮南王, 王后打算不遣送太子, 趁机发兵反叛, 可是反复谋划犹豫, 十几天未能定夺, 适逢朝中又有诏令下达, 让就地传训太子, 就在这时, 淮南国相恼怒寿春县城将逮捕太子的命令扣下不发, 控告他犯有不敬之罪, 淮南王请求国相不追究此事, 国相不听, 淮南王便派人上书控告国相, 皇上将此事交付廷位审理, 办案中有线索牵连到淮南王, 淮南王派人暗中打探朝中公卿大臣的意见, 公卿大臣请求逮捕淮南王治罪, 淮南王害怕事发, 太子刘谦献策说, 如果朝廷使臣来逮捕父王, 父王可叫人身穿卫士衣裳, 持己战立庭院之中, 父王身边亦有不测发声, 就刺杀他, 我也派人刺死淮南国中尉, 就此举兵启示, 尚不畏迟这时皇上不批准公卿大臣的奏请, 而改派朝中中尉殷红赴淮南国就递向淮南王询问查证案情, 淮南王闻讯朝中使臣前来, 立即按太子的计谋做了准备, 朝廷中尉到达后, 淮南王看他态度温和, 只询问自己罢免雷备的阴游, 揣夺不会定什么罪, 就没有发作, 中尉还朝把查询的情况上奏, 公卿大臣中负责办案的人说, 淮南王刘安阻挠雷备, 从军奋机匈奴等行径, 破坏了执行天子明确下达的诏令, 应判处弃士死罪, 皇上诏令不许, 公卿大臣请求废弃王位, 皇上诏令不许, 公卿大臣请求消夺其五县封地, 皇上诏令消夺二县, 朝廷派中尉殷红去宣布赦免淮南王的罪过, 用消的已是惩罚, 中尉进入淮南国境, 宣布赦免淮南王, 淮南王起初听说朝中公卿大臣请求杀死自己, 并不知道获得宽赦消递, 他听说朝廷使臣已动身前来, 害怕自己被捕, 就和太子按先前的计谋准备刺杀他, 带到中尉已至, 立即祝贺淮南王获赦, 淮南王因此没有启示, 事后他哀伤自己说, 我行仁义之事, 却被消递, 这太耻辱了, 然而淮南王消递之后, 策划反叛的阴谋更为加剧, 诸位使者从长安来, 制造荒诞骗人的邪说, 凡声称皇上无儿, 汉家天下不太平的, 淮南王闻之极喜, 如果说汉王朝太平, 皇上有儿, 淮南王就恼怒, 认为是胡言乱语, 不可信, 淮南王日夜和武备, 左五等查看地图, 部署进军的路线, 淮南王说, 皇上没有太子, 一旦驾崩, 朝廷大臣一定征召焦东王, 要不就是常山王, 诸侯王一起争夺皇位, 我能够不准备吗? 况且我是高祖的亲孙, 亲行仁义之道, 陛下待我恩后, 我能忍受他的统治, 陛下万事之后, 我岂能侍奉小儿北向称臣呢? 淮南王坐在东宫, 召见武备一起议事, 招呼他说, 将军上殿武备不高兴地说, 皇上刚刚宽恕赦免了大王, 又怎么能说这王国的话呢? 臣听说吴子虚劝谏吴王, 吴王不用其言, 于是吴子虚说, 臣即将看见麋鹿在姑苏台上出入游荡了, 现在臣也将看到宫中变生荆棘, 露水沾湿衣上了淮南王大怒, 囚禁其武备的父母, 关押了三个月, 然后淮南王又把武备召来问道, 将军答应寡人吗? 武备回答, 不, 我只是来为大王筹划而已, 臣听说听力好的人能在吴声时听出动静, 势力好的人能在未成形前看出征兆, 所以最智慧, 最道德的圣人做事总是万无一失, 从前周文王唯灭商咒, 率周祖东晋, 一行动就攻险千代, 使周朝记下, 商之后, 列入三代, 这就是所谓顺从天意而行动的结果, 因此四海之内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追随响应他, 这是千年前可以看见的事实, 至于百年前的秦王朝, 近代的吴楚两国, 也足以说明国家存亡的道理, 臣不敢逃避吴子虚被杀害的厄运, 希望大王不要中到吴王不听忠见的覆者, 过去秦朝弃绝圣人之道, 坑杀如生, 焚烧书, 抛弃礼役, 崇尚伪诈和暴力, 凭借刑罚, 强迫百姓把海滨的骨子运送到西河, 在那个时候, 男子奋力耕作, 却吃不饱糟糠, 女子织布济麻, 却依不蔽体, 秦皇派蒙田修筑长城, 东西绵延数千里, 常年树边, 风餐露宿的士兵长城有数十万人, 死者不可胜数, 僵尸抱也千里, 流血便及百姆, 百姓气力耗尽, 想造反的石家有武, 秦皇帝又派徐福入东海, 访求神仙和珍奇异物, 徐福归来编造假话说, 臣见到海中大神, 他问道, 你是西土皇帝的使臣吗? 臣答道, 是的, 你来寻求何物? 臣答, 希望求得延年益寿的仙药海神说, 你们秦王礼品菲薄, 仙药可以观赏, 却不能拿去当即海神随臣向东南, 行至庞莱山, 看到了用灵芝草筑成的宫殿, 有使者肤色如同, 身形似龙, 光辉上射, 映照天鱼, 于是臣两败而问, 说, 应该拿什么礼物来奉献? 海神说, 献上梁家男童和女童, 以及百姓的记忆, 就可以得到仙药了, 皇帝大喜, 遣发童男童女三千人, 并攻击海神五谷种子和各种工匠, 前往东海, 途中徐浮觅的一片辽阔的原野和胡泽, 便留居那里自立为王不再回赵, 于是百姓悲痛思念亲人, 想造反的十家有六, 秦皇帝又派南海郡位赵驼, 驼越过武岭攻拿百岳, 赵驼知道中原疲弊已急, 就留居南岳称王不归, 并派人上书, 要求朝廷征集吴婆家的妇女三万人, 来替士兵缝补衣裳, 秦皇帝同意给他一万五千人, 于是百姓人心离散, 犹如土崩瓦解, 想造反的十家有妻, 宾客对高皇帝说, 时机到了高皇帝说, 等等看, 当有圣人启示于东南方不到一年, 陈圣吴广揭干造反了, 高皇帝自封义配宪启示, 一发倡议全天下不约而同的响应者便不可胜数, 这就是所谓踏到了缝隙亏似到时机, 借秦朝的威王而举世, 百姓期望他犹如干旱盼于水, 所以他能起于君物而被拥立为天子, 宫业高于下雨, 商汤和周文王恩德留背后是无穷无尽, 如今大王看到了高皇帝得天下的荣义, 却偏偏看不到近代无储的父王吗? 那吴王被刺号为刘氏祭酒, 颇受尊宠, 又被安准不必依立入京朝建, 他掌管着四郡的民众, 地域广至方圆数千里, 在国内可自行野铜铸造钱币, 在东方可烧煮海水贩卖食言, 速江而上能采江陵木材建造大船, 一船所在抵得上中原数十辆车的容量, 国家应付百姓众多, 吴王拿诸玉金箔贿赂诸侯王, 宗室贵族和朝中大臣, 唯独不给皇妻斗士, 反叛之际谋划已成, 吴王便发兵西进, 但吴军在大梁被攻克, 在胡复被击败, 吴王逃奔东归, 行至丹土, 让月人俘获, 身死绝果, 令天下人耻笑, 为什么吴楚有那样众多的军队都不能成就功业, 实在是违背了天道而不识时事的缘故, 如今大王兵力不及吴楚的十分之一, 天下安宁却比秦皇帝时代好万倍, 希望大王听从臣下的意见, 若大王不听臣的劝告, 势必眼见大事不成言语, 却以仙字泄露天机, 臣听说姬子路过阴朝故都时, 心中很悲伤, 于是做麦秀之歌, 这首歌就是哀痛咒王, 不听从王子彼干的劝谏而亡国, 所以孟子说咒王贵为天子, 死时竞不及平民, 这是因为咒王生前早已自决于天下人, 而不是死到临头天下人才背弃他, 现在臣也暗自悲哀, 大王若抛弃了诸侯国君的尊贵, 朝廷必将赐给绝命之书, 令大王身先群臣, 死于东宫于世, 五被怨哀之气, 欲结胸中而神色黯然, 泪水盈眶而满面流淌, 即刻站起身, 一急急走下台阶里去了, 淮南王有个庶出的儿子, 名叫刘不亥, 年纪最大, 淮南王不喜欢他, 王后和太子也都不把他视为儿子或兄长, 刘不亥有儿子名叫刘健, 他才高富气, 时常怨恨太子不来问候自己的父亲, 又埋怨当时诸侯王都可以分封子弟为诸侯, 而淮南王只有两个儿子, 一个当了太子, 唯独刘健父亲不得封侯, 刘健暗中结交人, 想要告发击败太子, 让他的父亲取而代之, 太子窒息此事, 多次拘求并拷打刘健, 刘健禁止太子亦遇杀害朝廷中尉的阴谋, 就让和自己私交很好的寿春县人庄旨在袁硕六年前一二三, 向天子尚书说, 毒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耳利于行, 如今淮南王的孙子刘健才能高, 淮南王后图和图的儿子太子刘健常常妒忌迫害他, 刘健父亲刘不害无罪, 他们多次拘求想杀害他, 今有刘健人在, 可照来问讯, 他禁知淮南王的隐秘书奏上达, 皇上将此事交付廷尉, 廷尉又下达河南郡府审理, 这时, 原辟阳侯的孙子沈青与丞相公孙洪交好, 他仇恨淮南立王杀死自己的祖父, 就极力向公孙洪构陷淮南王的罪状, 于是公孙洪怀疑淮南王有叛逆的阴谋, 决意深入追究查办此案, 河南郡府审问刘健, 他供出了淮南王太子极其蓬荡, 淮南王担忧事态严重, 抑郁举兵反叛, 就向五辈问道, 汉朝的天下太平不太平, 五辈回答, 天下太平淮南王心里不高兴, 对五辈说, 您根据什么说天下太平呢? 五辈回答, 臣私下观察朝政, 君臣间的礼仪, 父子间的亲情, 夫妻间的区别, 长幼间的秩序都合乎应有的原则, 皇上施政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 风俗和法度都没有缺失, 满载祸祸的富商周行天下, 道路无处不畅通, 因此贸易之势盛行, 南越称臣归服, 枪薄尽献物产, 东欧内迁将汉, 朝廷拓广长余赛, 开辟硕方郡, 使匈奴蛇斥商议, 失去援助而为米不振, 这虽然还不赶不上古代的太平盛世, 但也算是天下安定了淮南王大怒, 五辈连忙告谢死罪, 淮南王又对五辈说, 小山以东若发生兵战, 朝廷必使大将军魏卿来统兵镇压, 您认为大将军时怎样一个人呢? 五辈说, 我的好朋友黄毅曾跟随大将军攻打匈奴, 归来告诉我说, 大将军对待士大夫有礼貌, 对士族有恩德, 众人都乐意为他效劳, 大将军骑马上下山岗即使如飞, 才能出众过人, 我认为他武艺这般高强, 屡次率兵征战通晓军事, 不容易抵打。 幼业者曹良出使长安归来, 说大将军号令严明, 对敌作战勇敢, 时常身先士卒, 安营扎寨休息, 警卫凿通时, 必须士兵人人喝上水, 他才肯饮, 军队出征归来, 士兵渡河已毕, 他才过河, 皇太后赏给的钱财私薄, 他都转赐手下的军官, 即使古代名将也无人比得过他淮南王听后沉默无语, 淮南王眼看刘剑被诏受审, 害怕国中密谋造反之势败露, 想抢先起兵, 但是武卑认为难以成事, 于是淮南王再问他道, 您认为当年吴王兴兵造反是对还是错? 武卑说, 我认为错了, 吴王富贵已急, 却做错了事, 身死单土, 投足分家, 殃及子孙无人幸存。 臣听说吴王后悔一场, 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这件事, 不要再有吴王那样的悔恨, 淮南王说, 男子汉可以为了自己说出的一句话去死, 况且吴王哪里懂得造反, 竟让汉将一日之内有四十多人闯过了成高关爱, 现在我令楼缓, 首先扼住成高关口, 令周被攻下颖川郡率兵堵住还原关, 依缺关的道路, 令陈定率南阳郡的军队把守五关, 河南郡太守只剩有洛阳罢了, 有什么值得忧虑的, 不过, 这北面还有林靖关, 河东郡, 上党郡和河内郡, 赵国, 人们说扼断成高关口, 天下就不能通行了, 我们凭借雄距三川之地的成高显官, 召集小山之东各郡国的军队响应, 这样启示, 您认为怎么样? 五辈答道, 臣看到他的灾祸, 看不见他的福运, 淮南王说, 左吴, 赵贤, 朱娇如都认为有福运, 十之有九会成功, 您偏偏认为有祸无福, 为什么呢? 五辈说, 受大王宠信的群臣中, 平素能号令众人的, 都在前次皇上照办的罪案中被拘求了, 余下的人没有可以重用的淮南王说, 陈胜, 吴广, 身无利追之地, 聚集起一千人, 在大泽乡起事, 奋毙大呼造反, 天下就群起响应, 他们西行到达汐水时, 已有一百二十万人相随, 现今我国虽小, 可是胜任作战的壮士就有十多万, 他们绝非被迫戍边的乌合之众, 所持也不是木弩和吉柄, 您为什么说有灾祸而没有福运呢? 武备说, 从前秦王朝暴虐无道, 残害天下百姓, 朝廷蒸发民间万辆车架, 营建阿旁公, 收取百姓大半的收入作为赋税, 还征掉家居吕佐, 在贫民去远须边疆, 弄得父亲无法保护儿子平安, 哥哥不能让弟弟过上安逸生活, 政令科研, 刑法晋级, 天下人忍受百般熬间, 几净哭交, 百姓都伸长脖子盼望, 侧耳倾听, 羊手向天悲乎, 垂兄怨恨皇上, 殃儿臣胜大呼造反, 天下人立刻想样, 如今皇上临朝治理天下, 统一海内四方, 泛爱普天黎民, 广施得正恩惠, 他即使不开口讲话, 声音传播也如雷霆般训辑, 赵令即使不颁布, 而教化的飞速推广, 也似有审利, 他心有所想, 便微动万里, 下民响应主上, 就好比影之随形, 响之应生一般, 而且大将军魏清的才能, 不是秦将张涵, 杨雄可比的, 因此, 大王您已成胜, 吴广反秦来自欲, 我认为不当淮南王说, 假如真像你说的那样, 不可以侥幸成功吗? 五辈说, 我倒有一条愚蠢的计策, 淮南王说, 怎么办呢? 五辈答道, 当今诸侯对朝廷没有二心, 百姓对朝廷没有怨气, 但瑟芳郡田地广阔, 水草丰美, 以迁徙的百姓, 还不足以充实开发那个地区, 臣的余记是, 可以伪造丞相, 遇使写给皇上的奏章, 请求在迁徙各郡国的豪强, 义士和除以耐罪以上的行徒冲边, 下诏赦免犯人的行罪, 繁家产在五十万钱以上的人, 都协同家属, 迁往硕方郡, 而且更多调发一些士兵监督, 催破他们如期到达, 在伪造宗正府左右都司空, 上林院和京师各官府下达的皇上钦发的办案文书, 去逮捕诸侯的太子和宠幸之臣, 如此一来就会民怨四起, 诸侯恐惧, 紧接着让姚淳鼓舌的说客去鼓动说服他们造反, 或许可以侥幸得到十分之一的成功把握吧, 淮南王说, 此计可行, 虽然你的多虑有道理, 但我以为成就此事并不至于难道如此程度, 于是淮南王命令官奴入宫, 伪造皇上应习, 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史、中二千十, 经师各官府令和县城的官宴, 临近郡国的太守和都尉的官宴, 以及朝廷史臣和法官所带的官冒, 打算一切按五倍的计策行事, 淮南王还派人假装获罪后逃出淮南国而吸入长安, 给大将军和丞相攻势, 抑郁一旦发兵起事, 就让他们立即刺杀大将军魏清, 然后再说服丞相驱从臣服, 便如同接去一块盖部那么轻而易举了, 淮南王想要发动国中的军队, 又担心自己的国相和大臣们不听命, 他就和五倍密谋先杀死国相与二千十大臣, 为此假装宫中失火, 国相二千十大臣必来救火, 人一到就杀死他们, 谋义未定, 又计划派人身穿抓捕盗贼的兵族的衣服, 手持羽席, 从南方直来, 大呼南越兵入戒了, 以戒机发兵进军, 于是他们派人到卢将军, 会击军, 实施冒充追捕盗贼的计策, 没有立即发兵, 淮南王问五倍说, 我率兵向西挺进, 诸侯一定该有响应的人, 要是没人响应怎么办? 五倍回答说, 可向南夺取恒山国来攻打卢将军, 占有巡洋的战船, 守住夏至的城池, 扼住九江江口, 阻断豫章河水, 北入长江的彭里湖口这条通道, 以强攻进弩临江设防, 来禁止南郡军队沿江而下, 在东晋攻占江都国, 惠基郡和南方强有力的越国结交, 这样在长江淮水之间屈身自如, 有可拖延一些时日淮南王说, 很好, 没有更好的计策了, 要是事态危急就奔往越国吧, 于是廷尉把淮南王孙刘建供辞中, 牵连出淮南王太子刘谦的事, 承报了皇上, 皇上派廷尉临趁前去拜见淮南国中尉的机会, 逮捕太子, 廷尉临来到淮南国, 淮南王得知和太子谋划, 打算赵国乡和二千使大臣前来, 杀死他们就发兵, 赵国乡入宫, 国乡来了, 内使殷外出得以脱身, 中尉则说, 臣在迎接皇上派来的使臣, 不能前来建王淮南王心想只杀死国乡一人, 而内使, 中尉不肯前来, 没有什么益处, 就把手放走了国乡, 他再三犹豫, 定不下行动的计策, 太子想到自己所犯的是阴谋刺杀朝廷中尉的罪, 而参与密谋的人已死, 便以为活口都堵住断绝, 就对父王说, 群臣中可依靠的, 先前都拘捕了, 现今已没有可以以中举世的人, 您在时机不成熟时发兵, 恐怕不会成功, 陈甘苑前往庭位处受捕, 淮南王心中也暗想罢手, 就答应了太子的请求, 于是太子文景自杀, 却未能丧命, 武被独自网见执法官吏, 告发了自己参与淮南王谋反的事情, 将谋反的详情全盘弓了出来法力, 因而逮捕了太子, 王后包围了王公将国中参与谋反的, 淮南王的宾客全部搜查抓捕起来, 还搜出了谋反的气, 居然后书奏向上承讨, 皇上将此案交给公卿大臣审理, 案中牵连出与淮南王一同谋反的列侯, 二牵使, 地方豪强有几千人, 一律按罪行轻重除以死刑, 横山王刘次是淮南王的弟弟, 被判同罪应与收捕, 负责办案的官员请求逮捕横山王, 天子说, 侯王各以自己的封国为立身之本, 不应彼此牵连, 你们与诸侯王, 列侯一道去跟丞相会集商议吧, 赵王彭祖, 列侯曹湘等四十三人商议后, 都说, 淮南王刘安极其大逆无道, 谋反之罪明白无疑, 应当诸杀不赦交西王刘端发表意见说, 淮南王刘安无视王法, 四行邪恶之事, 心怀欺诈, 扰乱天下, 迷惑百姓, 背叛祖宗, 妄生邪说, 春秋曾说陈子不可率重作乱, 率重作乱就应诸杀刘安的罪行比率重作乱更严重, 其谋反态势已成定局, 陈所见他伪造的文书, 符节, 印末, 地图以及其他大逆无道的事实都有明白的证据, 其罪极其大逆无道, 理应依法处死, 至于淮南国中官制二百十以上和比二百十少的官吏, 宗室的宠幸之臣中未触犯法律的人, 他们不能禁责匡政阻止淮南王的谋反, 也都应当免官消夺爵位贬为士兵, 今后不许再当官伪利, 那些并非官吏的其他罪犯, 可用二斤八两黄金抵偿死罪, 朝廷应公开揭露刘安的罪恶, 好让天下人都清楚地懂得为臣知道, 不敢再有邪恶地背叛皇上的野心, 丞相公孙宏, 廷尉张汤等把大家的议论上奏, 天子便派宗正手持符节, 据审判淮南王, 宗正还未刑治淮南国, 淮南王刘安已提前自问而死, 王后图, 太子刘谦和所有共同谋反的人都被满门杀尽, 天子焉卫武被劝阻淮南王刘安谋反时严慈雅正, 说了很多称美朝政的话, 想不杀他, 廷尉张汤说, 武辈最先为淮南王策划反叛的计谋, 他的罪不可赦免于是杀了武辈, 淮南国被废为九将军, 横山王名留字, 王后成叔生了三个孩子, 长男刘爽立为太子, 二儿刘孝, 三女刘五彩, 又有姬妾徐来生儿女四人, 妃嫔绝姬生儿你二人, 横山王和淮南王两兄弟在礼节上相互责怪抱怨, 关系疏远, 不相和睦, 横山王闻之淮南王制造用于叛逆谋反的器具, 也倾心结交宾客来防范他, 深恐被他吞并, 圆光六年前一百二十九, 横山王入京朝见, 他的业者魏庆董方树, 想上书请述侍奉天子, 横山王很恼怒, 故意告发魏庆犯下死罪, 用严刑拷打逼他认可, 横山国内史认为不对, 不肯审理此案, 横山王便指使人上书控告内史, 内史被迫办案, 但直言横山王离屈, 横山王又多次侵夺他人田产, 毁坏他人坟墓, 辟为田地, 有关部门长官请求逮捕并追究横山王的罪责, 天子不同意, 只收回他原先可以自行委任本国官制二百十以上的官吏的权利, 改为由天子任命, 横山王因此心怀愤恨和息词张广昌谋划, 四处访求安熟兵法和会观测星象, 以占卜鸡凶的人, 他们日夜鼓动横山王密谋反叛之势, 王后成叔死了, 横山王立徐来为王后, 绝姬也同时得到宠幸, 两人互相嫉妒, 绝姬就向太子说王后徐来的坏话, 他说, 徐来指使婢女用巫蛊G, 蛊邪术杀害了太子的母亲, 从此太子心中怨恨徐来, 徐来的哥哥来到横山国, 太子与他饮酒, 席间用刀刺伤了王后的哥哥, 王后怨恨恼怒, 屡次向横山王诋毁太子, 太子的妹妹刘五彩出嫁后被修归娘家, 就和奴仆通奸, 又和宾客通奸, 太子屡次责备刘五彩, 五彩很恼火, 不再和太子来往, 王后得知此事, 就因情关怀五彩, 五彩和二哥刘孝因年少便失去母亲, 不免依附王后徐来, 他就巧施心计爱护他们, 让他们一起毁谤太子, 因此横山王多次毒打太子, 元硕四年前一百二十五中, 有人杀伤王后的继母, 横山王怀疑是太子指使人所为, 就用主板毒打太子, 后来横山王病了, 太子经常声称有病不惧服事, 刘孝, 王后, 刘五彩都说他的坏话, 太子其实没病, 而自称有病, 脸上还带有喜色, 横山王大怒, 想废掉他的太子名分, 改立其地刘孝, 王后知道横山王已决意废除太子, 就又想医病也废除刘孝, 王后有一个女婢善于跳舞, 横山王宠爱他, 王后打算让女婦和刘孝私通来詹污陷害他, 好意起废掉太子兄弟而把自己的儿子刘广立为太子, 太子刘爽知道了王后的诡计, 心想王后屡次诽谤自己不肯罢休, 就算计与他发生奸情来堵他的口, 一次王后言久, 太子上前敬酒祝寿, 趁时坐在了王后的大腿上, 要求与他同诉, 王后很生气, 把此事告诉了横山王, 于是横山王召太子来, 打算把他捆起来毒打, 太子知道父王常想废掉自己而立弟弟刘孝, 就对他说, 刘孝和父王宠幸的女婢通奸, 五彩和奴仆通奸, 父王努力加参吧, 我请求给朝廷上书, 说吧, 被向横山王离去了, 横山王派人去阻止他, 不能奏孝, 就亲自驾车去追捕太子, 太子乱说话, 横山王便用镣铐把他囚禁在宫中, 刘孝越来越受到横山王的亲近和宠幸, 横山王很精益刘孝的才能, 就给他配上王印, 号称将军, 让他住在宫外的府地中, 给他很多钱财, 用以招揽宾客, 登门投靠的宾客, 暗中知道淮南王, 横山王都有背叛朝廷的谋划, 就日夜奉迎鼓励横山王, 于是横山王指派刘孝的宾客江都人救贺, 陈喜制造战车和箭支, 克天子应喜和江向军力的官宴, 横山王日夜访求像周秋一样的壮士, 多次称赞和力举无处反叛时的谋略, 用他规范自己的谋反计划, 横山王不敢访效淮南王, 西纪篡夺天子之位, 他害怕淮南王启示吞并自己的国家, 认为等待淮南王昔进之后, 自己可承虚发兵平定并占有长江和淮水之间的领地, 他期望能够如愿, 元寿五年前124秋, 横山王降入京朝见天子, 经过淮南国时, 淮南王竟说了些兄弟情义的话, 消除了从前的嫌隙, 彼此约定共同制造谋反的器具, 横山王便上书推说身体有病, 皇上赐书准许他不入朝, 元寿六年前123中, 横山王指使人尚书皇上请求废掉太子刘爽, 改立刘孝为太子, 刘爽闻讯, 就派和自己很要好的白营前往长安尚书, 控告刘孝私造战车建制, 还和淮南王的女士通奸, 抑郁以此挫败刘孝, 白营来到长安, 还没来得及尚书, 官吏就逮捕了他, 因他与淮南王谋反事有牵连, 予以囚禁, 横山王听说刘爽派白营去上书, 害怕他讲出国中不卡告人的隐秘, 就上书反告太子刘爽干了大逆不道的事, 应处死罪, 朝廷将此事下交佩郡审理, 袁寿元年前122冬, 负责办案的公卿大臣夏至佩郡搜捕与淮南王共同谋反的罪犯, 没有捕到, 却在恒山王儿子刘孝家抓住了陈喜, 官吏控告刘孝带头藏匿陈喜, 刘孝以为陈喜平素屡次和恒山王记忆谋反, 很害怕他会公出此事, 他听说律令规定是先自首者可免除其罪责, 又怀疑太子指使白营尚书将告发谋反之事, 就抢先自首, 控告就贺, 陈喜等人参与谋反, 庭位审讯验证属实, 公卿大臣便请求逮捕审讯恒山王, 天子说不要逮捕他派遣中尉司马安, 大行令李希赴恒山国就地查问恒山王, 恒山王一一据实做了回答, 官吏把王宫都包围起来严加看守, 中尉大行还朝将情况上奏, 公卿大臣请求派宗正, 大行和佩郡府联合审判恒山王, 恒山王闻讯便闻警自杀, 刘孝因主动自首谋反之事被免罪, 但他犯下与恒山王女士通奸之罪, 仍处死弃事, 王后徐来也犯有以巫谷谋杀前王后承书罪, 连同太子刘爽犯了被恒山王控告不孝的罪, 都被处死弃事, 所有参与恒山王谋反式的罪犯一概满门杀尽, 恒山国废为恒山郡, 太史公说诗经上说抗击戎敌, 惩治楚人, 此话不假。 淮南王, 恒山王虽是骨肉至亲, 拥有千里疆土, 封为诸侯, 但是不致力于遵守藩臣的职责, 具辅助天子, 反而一味心怀邪恶之计, 驼谋叛逆, 致使父子相继二次亡国, 人人都不得尽享天年, 而受到天下人指向, 这不只是他们的过错, 也是当地习俗交迫, 和居下位的臣子影响不良的结果, 楚国人清洁勇猛凶悍, 喜好作乱, 这是早自古代就记载于书的了, 淮南多横, 举是非正, 天子宽人, 骑过不更, 见车致祸, 斗速成勇, 王安好学, 女灵作凶, 兄弟不和, 倾国缘命。